概念3 还是我们还是来劣势 就是把文字呢 转成数学语言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这个减的符号 那你在文字里面 遇到哪一些要用减呢 这减很简单 其实你看一下 就是比它小 比它轻 也是用减的 比它瘦 瘦多少公斤 也是用减的 比它少 少几岁 少几块钱 或者是呢 这个比它短 也是用减的 就是类似这种字眼 比较少的 比较小的 比较轻 比较瘦 比较少 比较短的这些 在式子里面的都是 要写成减 这个符号 好咯 那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 你如果方程式里面 你要写等号是 为式比 为式比 共 等于 这些字眼呢 就是要写等号的地方 为式比 共 等于 好 第一个呢 妈妈的年龄 比爸爸小五岁 比就是要写等号 小就是要写减 所以你可以列出一个式子 叫做妈妈 比 比就是等于 爸爸 小五岁 就是减五 好咯 先列出这个式子 那接下来呢 他说再把它换掉 换成爸爸是x岁 那妈妈几岁 爸爸x岁 妈妈等于 爸爸 换五 好你再把它换五 移过来 所以爸爸呢 就会等于 y 加五 那其实很 很清楚嘛 这个 这个题目呢 你用想的 也可以 所以 妈妈比爸爸小 所以妈妈比较年轻嘛 爸爸比较老啊 爸爸x岁 那妈妈 当然就少五岁嘛 就换五 因为妈妈比较年轻啊 那爸爸比较老 妈妈是y岁 那爸爸比较老 当然爸爸就是y加五 所以这个题目呢 是很清楚的 同学你不要背 背说 这个要用减 这个要用加 你不要背 你不要这样子背 你这样背的话 全部都搞混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的 第二题 小虾的零用钱的比 比就是要写等于 少一百 少一百就是减一百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列出一个式子 叫做小虾 比 比就等于 小于 少一百 就是减一百 小虾比小于少一百 那谁比较少 小虾比小于少一百 所以小虾就是比较少的嘛 小于就是比较多的嘛 对不对 好 假设小于的零用钱是x 小于是比较多的哦 小虾比他少一百 那就是x减掉一百 你可以很清楚的 把这个小于的地方呢 换成x 小于的地方换成x 那你就可以看出来 小虾就等于x减一百 好 再来 第二小题 如果小虾的零用钱有y元 注意哦 小虾是比较少的哦 它有y元 小于是比较多的嘛 多多少 小虾比小于少一百 意思是说 小于 比小虾 多一百 所以小于的零用钱有多少呢 小于的零用钱就有y加一百 那这时候呢 你还可以换个方式来想 比如说呢 小 我们有这个式子 小虾 等于小于 少一百 就是减一百 现在呢 小虾是y 那小于是多少呢 小虾是y y等于小于减一百 把减一百呢 移到左边 所以变成y加一百 就是小于 你用这样子来看 也可以 就是 反正就直接带住这个式子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想的 小虾比小于少一百 小虾比较少 小于比较多 那所以呢 小虾呢 就是比小于少一百 小于就是比小虾 多一百 用这样子来判断 也是可以的